今天妖妹来做一个我平时吃的那个茄子 看到没有冒泡了就是油热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入茄子进去炸 全程大火炸 这个茄子就是这样子直接改刀 改了刀就直接炸就行了 这个就叫油炸劈腿茄子 这是妖妹给她取的名字 这个时候看一下已经开始去看到没有 已经软了啊 软了我们就给它捞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关火啊 直接给它捞起来这样子不容易吸油 不要吸油吸了少一些了 油给它倒出去留上一点点就可以了 放入大蒜小米辣给它炒香 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放一勺我们家的人人会麻辣酱 这个剁菜很好吃 小火炒出红油 炒香炒出红油过后倒入茄子 来姐妹们我们这个麻辣酱双11活动还在继续当中 1000克2斤油费3块 小瓶330克2瓶油费2块 这个只是说客数不一样口味是一样的 平时没有吃过的可以拍一单去试吃小瓶的 吃过的果蛋肥够这个大桶大桶费更划算一些 这个麻辣酱它空口吃中辣微麻 你就是炒菜少放一点点它就是微微辣 平时我们可以做各种肉粒炒菜 它不仅是一道炒菜酱也是一道熟酱 像你们直接拌面拌饭 汤面汤饺 都是可以直接放里面直接放里面拌着吃的 我们平时还可以做麻辣香锅 麻辣鱼 麻辣水猪片 麻辣小龙虾 麻婆豆腐 反正就是各种麻辣 像我做红烧鸡 红烧鱼 红烧鸭都是可以的啊 姐妹们除了绿色青菜别的菜 我们都是可以去炒可以去炖的啊 这个是真好吃 趁着这个双死衣赶紧去腾 这个双死衣这一次活动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活动了 配料表干净啊 没有任何添加这个配料表 这个保质期是18个月姐妹们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放一点点盐 再给它放一点点生抽 今天这个茄子炸的比较软啊 软软糯糯的 鸡精 再给它来点葱花 给它炒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道菜的关键啊 一定要去拍一桶麻辣酱 麻辣酱炒菜是真好吃 不管你们是做茄子呀 肉粒炒菜呀 土豆啊是不是 都是可以去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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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吃那么有力的 你们就把茄子 直接上锅蒸 蒸熟了 我们再这样子去炒 今天我的茄子做的比较软糯啊 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你们喜欢吃茄子的姐妹们 喜欢的可以带一桶我们家麻辣酱 麻辣酱做茄子它也是很好吃的啊 趁着这个活动赶紧囤啊